档案总管,我们档案总管在这里 上面第二个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开启应用程式在这边 实际上这个就是档案总管 开任何一个资料夹,它就是档案总管 那我们的档案总管是叫Netis 这个程式 个人觉得它相当的贴心 或者是使用上跟我们一般视觉所见及所视的一个方式在处理 那有什么差别?加目录 我们会看到图示给你的 或者是预览,影片它有给你预览 不同的档案格式,它给你不同的图示给你参考 那当然你也可以选择我采用不同的预览方式 在这里,我可以选择像这样子调列式 那我也可以选择一个一个的大图示 那你也可以选择拉近或拉远 比方说我拉近的话 你看它字会变,图示会变大 拉远 或者是原来的大小 那你也可以按照什么来排名 那你要看隐藏档在这里 看隐藏档在这里 如果你的资料夹用最高权限来开 按右键 选择open as the root 这个可以用最高权限来看 相当相当的方便 那值得再推荐的是它的图片预示功能 好像这图片直接就是小图示给你看 而且非常的快速 非常快速 那这边特别再推荐一个就是 我们新北市 国人老师整理的新北市图库 它在把open clear art的图片 它再加以整理 方便老师去使用 那你去点它 你会发现它显示的相当的快速 而且顺利 相当快速而且顺利 而且这一支层次很棒的点就是 那你去看网方的图片或者影片 相当的快速 而且直接是给你预示出来 影片档也一样 直接就可以显示出来 它不需要下载回来再放 符合我们现在串流影音的一个播放的一个方式 我个人是蛮欣赏这样子的一个档案总管 所以在加目录里面 你可以有各种东西 那这边你可以设定各种不同的标签 如果你喜欢的 那你就可以 反正说我喜欢ISO 你可以拉过来 放在哪一个位置 那要用直接拖到哪一个位置 也可以直接拖移就进去了 要删除直接按Delete 那这边有一个设定里面 可以看到一些用终端机开启 就是说在这个目录下 假如我在影片里面 我也可以选择在终端机开启 使用终端机开启 你会发现我的位置直接是影片 这个功能也是算相当好用的一个功能 这是我们的档案总管 那如果你选择档案之后 我还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设定 选择片套设定里面 你也可以替自己做一下不同的做法 个人不同的做法 看一下这 有好多可以用 在显示图片上 这边会有像素会有一些资料 也算是很好的功能 那如果是使用 相片解析器来看 还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可以用 这是另外一个 检视图片的一个很好用的工具 档案总管简单来说是这样 那如果要新增资料夹或者文件 也都OK 那对于图片的属性要看 按右键直接看属性 那你也可以调整图片 或者旋转图片 也都非常的容易使用